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7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 第一个,灭霸响指到香港,又是房地产 第二个,中共对青少年网络用心的 网络游戏的真用心 那么讲讲网游 先讲香港 这个灭霸响指到香港了 香港特别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一直把她自己当作是习近平的铁杆 自己人 所以呢 她也一直很忠实地执行习近平的一个政策 从 从反送中运动一直到国安法,她一直在做 就是和香港人根本利益相对抗的事情 她在7月15号 立法会的答问大会上说了一句话 她说房屋问题是重重之重的工作 本届政府的房屋 房屋供应明显倾斜公共房屋 那么公司 公司 公司营比例由原来的6比4 改为7比3 未来一年会 加强多方面的房屋供应,包括 加强多岛,不允许正出多门 当时她讲这番话,有些人有点意外,因为一下子把这个调门一下子拉得很高 虽然房屋问题一直是香港的重要的问题 但是 就是 一下子把调门拉得这么高,意思是什么意思 当时大家不知道 现在大家明白 林郑月娥的话的背后 是 北京的意思 今天路透社有一篇报道 她这么说 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央政府已经下旨 下旨 下旨 要求香港的地产商 运用资源和影响力 维护国家利益,协助政府解决房屋短缺问题 这个问题会影响香港的稳定 那么路透社报道说 中央政府的官员今年在一些 非公开的会议上 向香港的地产商 传达这些信息 中央官员对发展这个地产商说 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 中央不会 不会再容许垄断行为 然后呢这个香港媒体就开始跟进 那么其中 明报说,明报说北京其实没有找 这个香港的地产商开会 只是向那些走得比较近的地产商打招呼 什么意思呢?就是配合政府 解决香港面对的这个 问题 其中包括 房屋问题 房屋短缺问题 然后明报报道说,香港地产商马上就回应,说我们已经着手开始 帮助协助政府增加房屋供应,比如过度房屋计划 比如说土地 共享先导计划 舒缓中短期的供应短缺 那么香港特区的,香港特区政府的 讨论方向是增加过度房屋的供应目标,要求地产商再配合 然后地产 地产建设商会,这是香港的一个主要的 地产界的商会 那么执委会主席梁志坚,梁志坚基本上是香港 大地产商的代言人 他说相信无论是中央政府 还是特区政府 都不希望看到地产商有垄断行为 地产商一直在和政府密切配合并且保持沟通 这都是公关的言论 那么特区政府 定下了这个2023年 之前提供15000个住宅单位 目标,那么昨天这个运防局 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现在正在推动66个项目 预计可以实现什么呢,16128个 住宅单位 那么港独发明人梁振英,梁振英是政协副主席 他对路透社,路透社去找他,他就说 地产商和香港经济政治关系密切 北京很难把他们排除在 这个议题之外 然后地产商也是香港政治和经济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组 部分 他说要审慎行事,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忍 大概就是一件,这个新闻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北京那边呢 中央政府呢就给地产商打招呼 说希望地产商配合特区政府 解决房屋问题 房价太高了 年轻人上不了楼 那么 这个问题呢影响香港稳定 所以地产商要搞清楚 搞清楚形势 游戏规则改变了 别垄断,垄断什么意思啊 垄断就是把地握在手里,不开发就是垄断,就这意思 香港地产商呢就一直是香港 政界商界非常重要的势力 那么这个势力的代表就是李嘉诚 李嘉诚代表什么呢,潮汕 潮汕帮 潮汕帮为核心的地产界 所以潮汕帮基本 地产界以潮汕帮为核心 但是呢香港的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呢 是上海帮 上海帮 为什么会是上海帮,因为这是江泽民选的 江泽民跟董建华 的父亲董浩云关系很好 董浩云 很早就开上海航线 所以董浩云跟江泽民关系很熟 所以 江泽民就选了董建华 董建华是上海帮 上海帮主在香港,上海帮当然势力也很大 49年上海的这些实业家跑到香港去 所以香港的实业 基本上是上海帮,比如说 纺织印染基本上都是 像什么 唐祥谦,儿子啊这些 唐英年啊都是上海帮 但上海帮搞实业的炒房地产就不如这个地产帮 所以 上海帮跟这个 潮州帮是 不能说势同水火,但是 大家都不大对付,你比如说像李嘉诚和这个 和鲍玉刚当年争夺这个九龙仓 接下粮子,所以 包家和李嘉到现在都不来 不来往 后来包玉刚,当然上海,包玉刚就上海帮 上海帮最后包玉刚找的是中国,中国大陆,中国大陆 出面 然后就最后是包玉刚夺,夺取了九龙仓 这个李嘉诚煞雨而归,非常不高兴,所以两家就接下了粮子,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香港的商界,基本上大的格局就是潮州帮跟上海帮的 这个对抗,对立 董建华上来做第一任特首 董建华上来就搞了一个85000的计划 85000的计划是什么,就是 增加房屋供应 增加房屋供应当然房价就不会那么高 那控制房价 控制房价 那当然这个 地产帮就不会挣那么多钱 大概的方向就是控制房地产的价格 那么当然也是解决民生问题,当然政治都是这样 他有表面一套话语体系 表面这套话语体系,下面 还有另外一套话语体系 不过呢董建华运气不好 这个他上任没多久 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呢 他就不想改 他就不想放弃他的85000 不想放弃85000就藏着椰子,藏着椰子香港金就很差 因为房子跌得很厉害 反应就很慢 反应很慢,把谁给惹挠了呢 惹着了呢,把钟镕基惹着 钟镕基就大骂 大骂之后呢董建华就绞痛下台 董建华就下来了 董建华就下来了 就换了 那梁振英呢,刚才讲的梁振英 就是 梁振英做特首呢,核心的问题 并不是因为他别的 梁振英其实呢 他是地产出身 他是地产出身 他是测量师出身 算是半个地产界人士 梁振英政治野心 所以呢,他为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就发明港独,我说他是 港独的发明人 真正把港独这件事情放到桌面上来讲 放到政治议题上来讨论的 就是梁振英 梁振英通过这个来迎合北京 北京需要一个敌人 特别是在反送中运动当中 那么这就是梁振英发明了港独,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 这也是 国安法,为国安法做的一个铺垫 所以梁振英出卖香港人 那么林郑月娥呢,是董建华推荐 董建华推荐 可见董建华也是祸港自身 香港因为有林郑月娥,所以香港现在局面现在这么差 其中有个原因就是林郑月娥 那么好,现在林郑月娥又来搞房地产 继承了谁 继承了 老蒙董的一波 不过呢,这次林郑月娥倒不是为了 董建华的海派取向 而是来自这个习近平的指令 习近平在2016年提出什么呢,提出房租不炒 那么这对中国房地产影响很大 那么现在这个政策到了香港 那么算是 算是一体化的过程吧,那么 当然其实呢,反送中运动本身 就是我们说2019年反送中运动 其实始作俑者是谁 是习近平 那么在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当中,为什么要讲反送中运动,这跟今天讲的这个议题 是有关系的 新华社和 长安建,长安建是中央政法委的 微信账号 都分别发表文章分析 香港爆发这个反送中运动 原因是什么 这都说,他们都认为 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房价 香港房价成天价的问题 认为这是导致这个 这个年轻人 不满意的原因 所以呢当年的11月,2019年的11月 什么惠德峰啊,新世界啊 横基赵业啊,新鸿基啊 都分别干什么呢,捐地 捐地给政府盖房子 像什么南风发展啊 新地啊,新鸿基地产啊 横基啊,都申请什么呢 申请叫土地共享先导计划 公司合营 新建住房 跟北京表态,表忠心 路透社的报道认为,地产商的这些举动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已经收到来自北方的信 来自北京的这个信息 开始做一些动作 做些事情 让北京觉得,哎,这些人很听话,就这意思 合合实业,合合实业是老牌地产商,合合实业 胡硬香 胡硬香当年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他搞基建 胡硬香喜欢搞基建 就是 他是最早 由地产开发商转型做 基建供应商的这个 香港开发商 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修了 广深高速 他是最早在中国搞基建的香港商人 香港地产商 就胡硬香 所以广深高速这条高速公路是他的 是合合的 那现在得挣大钱 胡硬香就讲,他说 北京呢,他跟路透社说,他说北京没有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但是呢,他只是跟我们讲 他说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北京呢有耐心 但是也会给你压力 就这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地产商,就是不愿意出境的地产商说 说中央政府的官员有提出期望 但是没有具体交代 策略和期限,没给实现 deadline,没给deadline 只要我们向社会回馈多一点 只要我们更多的这个 做一些缓解这个住房短缺问题的工作 就可以继续做我们的工作 这很像什么 这话里面有点像什么 共同富裕是不是 所以这个肯定是真的 你看共同富裕在这里找到 找到这个香港版的共同富裕 新世界发展 新世界发展的行政总裁郑志刚 郑志刚是第3代了 郑志刚是第1代郑裕彤 然后到他,郑志刚是第3代 已经接这个新世界的行政总裁 他这么说,他说公司呢现在需要跟社会 跟社会的联系更密切 特别是在新的环境之下 需要平衡 不同派别的利益 这不容易的 他说你看不到我头发底呀 底下有很多 白头发 丑白了头,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在讲这个议题,讲这个密霸响指到香港 针对房地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 就是 香港立法会选举 香港立法会选举是在2021年12月19号举行 那么香港立法会选举很重要 因为它涉及到 香港的政治局 政治局面 那么去年 北京在香港推出港版国安法 核心的目标是什么 核心目标也是 2021年12月19号的立法会选举 那么 为什么,因为 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 整个香港社会已经非常的清楚 建制派已经失去了,其实讲的是什么 中央政府 就是中国 中央政府 特区政府 建制派 在香港已经失去民心 香港人对这三个东西 非常讨厌 非常仇恨 这是一个 这是一件事 就是反送中运动之后 基本上以当时的政治形态来看 2021年 到2022年 立法会选举 特区首长选举 一定会翻船 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 这在2020年的 区议会选举已经证明了 区议会选举 这个建制派 就是叫什么 建制派大败 民主派大胜 已经预示了后面的选举结果 那结果怎么办 那 中共就急了,这要 这要往下走 那我们就会失去 失去对香港的控制 那怎么办 做两件事 一破 一立 破怎么破 破就是破掉香港现在的政局 怎么办 就通过一个 港版国安法 港版国安法目的是什么 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摧毁现有的政治格局 该抓抓,该关关 就把香港现在民主派 用 暴力手段 用国家机器收拾他们 这是第1个 你没有工具不行 工具是什么 国安法 这是第1个 第2个 修改选举制度 通过制度的重建 把整个的民主派的优势打掉 所以呢2021年的3月通过了这个 通过 3月全国人大 通过这个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中共一说完善 就是要干坏事了 深化改革也是要干坏事 他就改变了香港的选举模式 从立法会 议员的数目从70人增加到90人 重新划分选区,把原来5个选区变成10个 取消单 名单比例代表制,每个选区两席一席总共选出20个人 大幅的减少什么呢,直接选举的议员 然后增加这个功能选 功能界别,功能界别是最 最造假的一个 选举模式 把这个35人 减到 减到30人 然后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的 构成 就 选举委员会的选民从原来的2016年的24万人 大幅减少到 这次的7900人 等等 总之呢把这个 选举制度改成什么样子呢 改成就是民主派,他当然前面还加一个什么 筛选机制 筛选机制就是把所有的 所有要参加立法会选举 所有要参加这个 选举委员会 委员的选举 是要参加这个特首选举的所有参选人 都要经过我 来 筛选 就是过我这关 我认为不合适就不让选 那这个是谁来做呢 国安 国安来做 所以在这个情况,这就是 在这种选举制度之下 从立法会选举 到特首的选举 全部实现了什么 叫人大化 就变成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模式了 完全可以操控 那么民主派就会排除在 选举之外 除非 你跟他交易 你要是不跟他交易,就不让你参选 就算你赢了 也DQ你 让DQ就disqualify 就是剥夺你的选举权利 说你这个宣誓不对 宣誓不对就 就赤夺你的资格 就这样,用这种方式 这基本上就是把香港的整个的政治制度 给摧毁掉 这是破 破呢 通过破 来获得这个政局上的主动权 改变这个政局的结果 那现在他已经做到了 整个的 从这个国安法一直到这个选举制度的改变,他全部做完了 所以呢下一步 下一步你 可以看得到立法会选举的结果 和特首选举的结果都在中共掌握之中 这是破 然后就是利 什么叫利 那你选举结果能控制了 那你也得拿样东西来 拿样东西来给香港人看 否则香港人凭什么要 接受这个结果 至少给个理由给他 那我们之前讲过 在反送中的时候 中共的判断是什么 中共的判断是 基层上街抗议的这些 示威游行的参与者 他们核心的不满 是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是住房问题 那么2019年的9月13号人民日报的文章说 香港居住问题正变得日趋严重 导致大批年轻人对未来 无力感 而卷入仍然在发酵的反修例示威当中 这就是他们的判断 然后他说 香港地产商是时候释放最大的善意 不应搞囤地居旗 帮助政府解决住房等民生问题 到了今年的这个今年人大 主管港澳事务是韩正 韩正是政局常委 副总理韩正 韩正来自上海 对吗 韩正原来是上海的书记 那么他也还是管 他还是他管 他在3月7号 3月5号人大开 3月7号 他见这个港区人大代表 他就说香港要安定 就要解决房屋问题 香港在修改选举制度之后 下一步就要开始解决住房问题 即使难度很大 但也要有开始解决的时候 意思就是 这个任务很困难 这件事情很困难 但是我们得开始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紫金党 香港这个新的党 紫金党 紫金党就是号称 他号称他 他是北京 他代表北京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 有那么点眼 影子吧 紫金党他有篇文章说这个 写得很激动 说回归20多年 香港在土地房屋政策上果足不前 拉大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动荡 甚至 上升到了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步 就是把这个吊子拉得很高 那么香港前财政政务司司长张建中 3月22号他对英国金融时报说 说北京现在已经下令下命令了 要解决香港房屋问题 他说在新的环境之下 一些既得利益可能要妥协 讲的就是开发商 发展地产商 大概这件事情的背景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 香港房价有多高 香港房价有多高 7月份 50个 指标性 这个小区的 加权平均实用 房价 每平方尺 15660 港元 大概是什么概念呢 就一平方米 实用面积 不是建筑面积 实用面积 一平方米16万平方 16万港元 那么连创这个历史新高 那么8月份北京的二手房价每平方米是 57500 当然北京的房价最明显是低估了 那 对于香港房价怎么说 两点 第一点 灭霸响指来香港 要小心 为什么 习近平 这个人 特点是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就是 他把一件事情办成 办不成 习近平从上台到现在 有哪件事情办成 没有 没有一件事情办成 但是败事有余 它把事情破坏起来 很有效率 他想破坏的事情全破坏到 所以 香港 香港的房价 要小心 就是 如果你手里握着香港的房子 提个醒 注意一点 好吧 这是第1个 第1个主题 第2个主题 讲讲这个青少年网络游戏的问题 中国每年因为吸烟 导致癌症死亡200万 中国政府无所谓 中国每年因为假酒 有数十万人失明 假酒会 眼睛会瞎 为什么 因为工业酒精 而且每年 酗酒导致死亡上百万 中国政府无所谓 但是中国政府非常关心 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 非常上心 8月30号 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一个什么呢 发布了一个 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针对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 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 发狠 说 坚决防止未成年沉迷网络游戏 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疫症死亡 然后呢 最新的通知 中秋节 是中秋节嘛 他那个通知里面规定 规定 限制向青少年提供网络游戏的时间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和法定 节假日 才能打游戏 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 每个星期只能打三个小时的游戏 而且必须在这个时间段 早了也不行 晚了也不行 中午也不行 总之呢 你得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 来走 而且 对这个 不严格落实这个网络游戏的企业严肃处理 这个规定一出来呢 很多 很多家长很高兴 为什么 平时管不了孩子玩游戏 这下我可以了 政府帮我管了 太好了 很高兴 这件事情就很像什么 很像教培行业 教培行业呢 政府把这个校外补习呢 校外补习的负担 推给教培行业 说是他们造成的 于是呢 去团灭教培行业 然后当然 他不会告诉他 他不会告诉大家他真实的 真实的用意是什么 真实的用意就是 我必须把学生的 所有的时间全部控制住 不能把学生的时间 留给任何其他人 这是他 团灭教培行业的真实目的 所以当时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家长很高兴 哎呀这个 平时花那么多钱 花那么多时间 送来送去 跑这个补习班 很辛苦 这下好了 不用搞了 现在好省事 你看 现在麻烦了 这家长麻烦了 想补习都没人给他补习 自己又不会 小学的小学阶段 嗓门很大 到了初中就没声音了 到了这个高中基本上只能做这个 做什么 做那个后勤工作 声音很小 低三下四 为什么 看不看不懂了 那些功课 你自己干不了 别人想找人找不到 做困仇承 现在的家长是叫做困 仇承 说回游戏 中秋节到 腾讯 腾讯 关于中秋节假期未成年人游戏现玩的通知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的要求 结合实际放假调休的安排 今年中秋节假期 腾讯游戏旗下在中国大陆地区运营的有网络游戏将继续 执行未成年人游戏现玩 具体如下 9月17号星期五 9月19号到9月21号中秋节假期 每天 20时至21时之间登录游戏 9月18号 无法进入游戏 请各位玩家合理安排时间 适度游玩 想得周到吧 想得周到 你们家孩子什么时候玩游戏 玩多久 领导定 如果你没有看出来 在这件事情当中 数字极权的威力的话 那么另外一则通知你就会感觉到了 腾讯游戏通知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 进一步严格管理一样的东西 那么 做如下防沉迷设置 未成年用户 扩股 未满18周岁 通过强制性的 公安实名验证 未满18岁以下的玩家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 法令节假日的 20时至21时进行游戏 并在21点整强制下线 通知没完戒字念 以成年用户 扩股 已满18周岁 为了保护您的身体健康 已年满18岁的玩家 仍然会受 健康系统 防沉迷规则的管理 单次 单次时长长达3小时 进行游戏内提醒 连续4小时 会强制下线15分钟 累计在线7小时 会强制下线休息15分钟 之后每小时休息15分钟 什么意思 原来是管你们家小孩 现在开始管你了 我当时就说过 那个伸到你们家里的手 不会闲着的 你看吧 他会干点别的什么事情的 所以呢 那个伸到你们家的手 先对付你家孩子 现在开始对付你了 现在当然 很宽松 先宽松 再慢慢收紧 温水煮青蛙 他不会缩回去的 他会继续伸 伸到其他领域 而且越伸越多 在你身上摸来摸去摸来摸去的 这就是那只手 这就是极权特征 极权特征是什么 极权特征就是四个字 人身控制 独裁的特征 独裁的权利来自于什么 独裁的权利就是 我可以控制你 我才有权利 我不能控制你 独裁最害怕什么 独裁最害怕 对方的自由 如果你有自由 他独什么财呀 他集什么权呀 你不能有自由 你的自由被攥在我的手里 这才叫独裁 所有的独裁者 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控制你 控制你的一切 想办法在任何领域就要控制你,一有条件就控制你 一有条件就控制你 哪怕是游戏 所以 中共最擅长干这种事情 就是 包装一个疫症迟延的一件事情 通过这件事情 来干什么 来控制你,你比如说游戏 游戏他讲个疫症迟延 那冠冕堂皇,我要保护年轻人 我刚才都说了 中国每年有200万人死于癌症 癌症死于癌症是因为吸烟 他管了吗,他没管 死,直接死掉了 他说保护未成年人 他最后 他连你都一起保护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中共最擅长什么 他就是擅长这个 他 他搞房价,搞房价的时候 他对付开发商的时候 就是讲 房价是他干的 这个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成名游戏是游戏干的 跟他都没关系 他到了,他最擅长的是什么 就是调动人性最黑暗的部分 你比如说文革 你比如说 9月16号 国家新闻出版所推出个什么东西 游戏企业防沉迷落实情况举报平台 他让大家去举报谁呢 举报这个游戏平台 他有没有落实 让这个 让这个老百姓 自己去收集各个游戏 到底有没有落实这个防沉迷的规定 你要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 举报两个方面,第1个游戏企业违反了未成年反沉迷措施 给未成年额外的游戏时间不行 你举报 第2个 未成年未经家长运行 私自进行游戏充值付费的行为 所以呢你可以看 中共围绕着这个青少年 下了很多的功夫 都是 冠冕堂皇 在围绕着一个目的 控制青少年 这习近平 从上台到现在 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控制青少年 做了些什么,大概说一下 你看 今年秋天 开学 习近平思想读本 进 中小学 进中小学 这一个 这个洗脑 第2个 中小学的图书馆 清理有害书籍 有害书籍就是他们标准的有害 第2个,第3个改学制 小学不让考英语 等等 改学制 第4个 团媒交配行业 不让校外补课 现在到了游戏 那么 大家想一下 只允许青少年周末和家长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打游戏 这很荒谬 全世界没见过 但是这在中国发生 而且 中国家长不反抗 觉得挺好 中共帮忙 整治他的小孩打游戏 但是呢 半个月都不到 这个手就管到他自己身上来了 不出意外的话 中共还会干点别的事情 这件事情起了个好头 然后 比如说 比如说护照 护照发给你 比如说管管你海外的这个亲属 都是什么 都是人身控制 中共对游戏很忌惮 很忌惮游戏 为什么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游戏的吸引力非常大 游戏的吸引力当然比习近平思想吸引力大对吗 但是这个不是核心 这个核心的问题不是游戏吸引力大 游戏吸引力大是其中一个方面 但是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游戏里面有 普世价值观 为什么 游戏来自西方 西方你想一下 任何有吸引力的游戏 好玩的游戏 它都是一个故事 它都是有个架构 这个架构搭起来让他们能够成立 运行起来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普世价值观 就是常识 游戏里面有常识 游戏里面有普世的价值观 游戏里有什么呢 有西方的这种 建立在普世价值观 建立在常识 基础上的思维 逻辑 行为模式 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中共害怕的 所以他为什么对游戏 抓住游戏不放 原因是什么 而且要污名化游戏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他害怕里面的这些价值观 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 所以他就在 不断的 折腾游戏 所以 大家别以为游戏就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一个好的游戏 绝对不是一个 简单的东西 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东西 但底层的东西 就是常识 常识很重要 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常识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 讲这么多 后面虽然还有一些内容 我就觉得 我们要讲的话讲完了 所以他要审查游戏 很好笑 刚开始你不理解 为什么要搞版号 在2016年开始 中国开始推出 游戏要有版号 你就觉得全世界有吗 全世界都没有 为什么中国会有 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审查 审查游戏内容 游戏的内容有什么好审查 这就是我刚才讲 这个常识 普世价值观 在这里头 他要审查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寻租啊 我不批你的版号怎么办 送钱呗 送钱 这就是牟利呀 牟利 好吧 游戏是个创意产业 那么中共扼杀创业 那你想一下后果是什么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进入互动之后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鸣谢 谢谢 谢谢 今天王老师给习近平的总结 可能以后会写在他身后 历史书上 城市不足 败事有 观点 香港人站出来抗争 最大的原因是政治权利不平等 从1967年后 港英开放管制 设立公民社会 香港人都明白 没有了政治权利 就没有了保护自己的力量 房屋问题只是CCP找的借口 非常对 香港人的抗争 就是一个原因 就是中共 违反他自己的承诺 什么 普选 香港人要普选 普选就是香港人的政治权利 没有普选就没有政治权利 情况 香港 我的朋友去年底已经开始出售 在香港的住房 上星期我问他房子脱手没有 他说在五家地产公司放盘 连看房的人都没有 我说看房地产新闻 中原地产指数屡创新高 怎么连看房的人都没有 他说你不知道 香港现在已经变成做假新闻的地方 现在真的好像大陆一样 有价无市 这个网友 网友说得很清楚了 观点 跟当年土地改革一样 伸手到土地 地主的家 大家拍手就好 但这只手终于伸到了广大农民的土地 中共打垮了所有的地主 自己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主 而全中国人都变成了中共 中共地主打工的电农 我要科普一件事情 国民政府到台湾后 1952年就已经完成了 农民土地私有改革 375减租 工地放岭 耕者有其田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观点 这次我点赞 总加速师 那些墙头草地产商 当时纷纷支持国安法 总加速师这次让他们拿身家姓名来支持爱国 一点也不过分 恶人自由 恶人魔 在这个国家没有无辜的人 这就是 这中共又赢了 他对付地产商的时候你叫好 他对付你的时候地产商叫好 他永远得到你们的支持 你说呢 你应该反对什么 你应该反对中共 OK 观点 香港政府的主要收入是卖地收入 打击地产商没人买地 香港政府和香港社会都会伤及根基 提问 多谢王老师讲一下香港公民社会的破灭 香港所有的NGO已经被灭 季协职工盟 支联会教学 教协 律师工会全部解散 我觉得他们根本就应该解散 民主党根本不应该参加 参加这个 12月份的立法会选举 如果民主党还去参加立法会选举 我呼吁大家 抵制民主党 如果连这点 基本的 骨气都没有的话 他真的是辜负香港人 香港人就 香港人就现在已经不存在生存的空间 因为香港的公民社会已经不存在 之前就当然要灭掉 一定会灭掉 而且我觉得 自己就解散就好了 没有意义了 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观点 今天游戏影响儿童 集权可以约束儿童游戏时间 明天游戏影响生产力 集权同样可以管你 隔壁老王跟你要你们家钥匙 你说你不在家时帮你管孩子 那你觉得给了钥匙以后 能担保老王不帮你家媳妇一起管 OK好吧 你是暗示什么吗 观点 如果不是 不是现实残酷 没有翻身的机会 谁愿意沉迷虚拟世界呢 殊不知 独裁政权连虚拟世界也要伸手染指 年轻人打游戏 沉迷 不是中国才有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办法 全世界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全世界 都有面对这个问题的办法 为什么要政府去管 政府凭什么管 我们家孩子也打游戏 但是他不会沉迷 为什么 因为他有很多的现实 他有很多玩的东西啊 他不是只有游戏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为什么 为什么 你的孩子会沉迷游戏 因为你没有给他其他的选择 当你给了他其他选择的时候 他也会打游戏 打游戏是个很好的活动 又灵敏 又能练习思维 又能练习眼睛手协调 打游戏是个很好的 游戏活动 又很快乐 又有成就感 为什么可以 当然可以 当然应该值得 鼓励孩子去玩 但是 但是你要鼓励他们 学会怎么管理自己的时间 这个很重要 所以 如果说因为沉迷 所以就要管起来 这不是典型的失败 还是 观点 有人说腾讯不只是针对青少年 下一步其实是针对成年 而习之所以会对程讯打响指 是因为他从心底看不起网络产业 他认为西方国家的龙头产业就是高科技和军工 而中国是游戏 所以灭掉腾讯 身为台湾人完全无法理解这种想法 请王先生分析一下 中国是否因为领导人的喜好就灭掉 一个全球产业龙头级的企业 我没有看到说习近平要灭掉腾讯的这个行为 我没有看到 他看不起网络产业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没办法解释 我没办法解释 因为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习近平在对付互联网产业 不一定是 游戏是他 以青少年沉迷为理由去 控制青少年 打游戏的时间 大概是这样 所以 我不知道他要灭掉腾讯吗 我第一次听到 抱歉 情况 游戏行业从业5年有余 17年初参与开发第1个项目 遇上第1次版号冻结 直到离职第2年才拿到国内版号 游戏已经没有办法在国内上市 现在新东家做第2个项目 8月版号停止公布 项目组一脸懵逼 反而我有点从辱不惊 下决心学习日语 准备去日本游戏行业闯荡 希望你能成功 观点 听完王老师说的这个手 就更能理解某些国家为什么不让政府权力过大 因为有这么大的权力肯定忍不住各种使用 也因为一道切很容易 不用考虑社会后果 这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就是无尽的折腾 当然 政府的手 得管住 情况 我们大陆大陆同事现在不敢加班了 一来学校让学生留到5点半 二来下班了小孩没地方去 这是让家长更累还是更轻松呢 观点 我相信许多家长还是会乐见成年人的游戏时间被管制 因为许多家长996 或者在工作上以筋疲力尽 没时间玩游戏 自己玩不到 自然也希望别人不能玩 中共这很能抓住人心的 卑劣之处 你会这么理解吗 你也是 很刁钻的角度 观点 不以人费 房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我支持严厉打击房价 居住通常是人生最大的花销 居者有其物 是任何政府对应该推进的vision 是保障民生最重要的事情 我甚至极度认为一个人应该限制只能有一套房 打压房价是正确的政策 尤其是香港 香港居住质量真的太差 房屋贵道离谱又太小 如果我们这么简单的去评论一件事情的话 这个世界其实很容易 我们就回到 香港如果没有这么高的房价的话 你大概可能要做 你大概肯定没有现在香港那么先进的基础设施 你是不可能有的 香港那么热 到处都有空调 那是不可能 那可能你大量的地方都是露天的 你夏天得热一点 香港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收入 所以香港 如果你仅仅是以香港房价作为讨论 议题 而不考虑整个的经济体系的话 不考虑整个经济的严格的话 这么一刀切下去 你就是另外一个董建华了 提问 有人批评说香港抗争运动没有发展到罢工 说明很多人的抗争决心不够强 令运动难以为继 请教王先生的看法 我不同意 香港的抗争已经足够 足够强 非常强 而且这种抗争的强度已经到了 香港的抗争强度到了什么地步呢 中共要出动特战队来 来进行暗杀活动 还不够强吗 你还多强 只是香港的抗争注定会失败 原因在哪里 原因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香港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 香港人的抗争没有得到美国实质性的支持 这是第1个 以香港600万人口 那他的手无寸铁 他手上有警察 这边有军队 甚至派特战部队来 你想想看 这是什么级别的 镇压 这种镇压你根本就没办法打 力量悬殊啊 这个不是悬殊的问题了 这力量实在是差别太大 所以 中共是没有底线的镇压 一个没有底线的镇压 然后同时国际社会 只是在那放鞭炮 狗屁都没干 这件事情失败是必然 跟罢工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 就算香港罢工都没有现在 已经发生的这个抗争 的强度大 强度大到这个地步 他要动用什么 动用什么 动用这个特战部队 所以 说没有发展的罢工是对香港的抗争不了解 而且是概念化 这是个概念 来自于概念 脑子里的概念 对现代社会不了解 情况 坐标郑州 今天我所在的公办幼儿园收到关于工资问题的通知 因今年郑州疫情和暴雨灾害 市政 市财政经费压力巨大 所以优先拨款的项目 只有防汛救灾和防疫后重建 下半年追加经费的单位和项目 全市只批准了两个 我们的经费还在预算处挂着排队 所以工资不能按时发放 郑州的发表 所以中共还去援助非洲 援助塔利班军队 塔利班政府 这个 郑州这个救灾拨款 一人两块钱 中共真的是 荒天下之大 情况 我今天在微博看到有个号 发了好多两三岁小孩子自己做核酸检测 自己隔离的照片 然后说他们好可爱 我翻了下评论 都说好可爱 我当时真的很 我当时真的我疯了 我还是他们傻了 为什么没有人觉得 孩子们是无能统治的受害者 不是无能统治的 是极权统治 极权统治才会出现这样 情绪 今天看到国外保护未成年的一段视频 父母对孩子大吼 然后警察一找来他们家庭调查 但是国内政府从来不会花力气 去做这种事情 而是直接简单粗暴的方式制裁 脚痛砍脚 手痛砍手 现代社会进步应该是用更科学 更先进的方式来服务人民 但是中共还一直鼓吹外国枉我之心不死 九一八国耻 勿忘 来恐吓国人 以此为自己侵占人民权利的借口 不归还人权的理由 说得很对 中共就在干这种事情 中共到现在还在用恐惧 用仇恨 用恐惧来恐吓人民 用仇恨来麻木人民 来 让大家忽略 他的 无耻和无能 情况 我的朋友说 他小孩在福州一家网络游戏做项目经理 前两天公司开始大裁员8000人 8000人 什么公司这么大 老板请被裁的员工吃 散伙饭 原来月薪15k的遣散50k 这老板还不错 观点 跟大家分享一段话 我用尽一生的努力去活得精彩 却没能领悟人生的意义 我指向一只飘渺的信鸽 最终在这里我发现了这个陌生的真理 我活着是为了传递一个信息 一个我永远无法理解的信息 我们到底是谁 谁会如此被神眷顾可以彼此分享彼此的故事 这样穿越时空的对话也许只有你可以解开我所有的疑问 也许只有你能证明我经历的所有苦难 以及付出最终是值得的 这是一段游戏的台词 这就是游戏具有的力量 中共害怕这些 观点 因为在中国游戏是最廉价的放松方式 住在太拥挤也没有地方去玩 而在美国户外活动更多 比如我带孩子周末跟一堆人在森林里玩 frisbee OK 香港也是很拥挤的城市 香港人也没那么沉迷打游戏 我觉得核心的问题不是这个 核心的问题是 你的生活到底是怎样 就说 沉迷游戏你得 你没有其他的内容 你只能剩下游戏的 他才会沉迷 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内容 你怎么会只 只把注意力放在游戏上 对吗 情绪 中共国有多少孩子 初中就开始抽烟 根本没人管 会抽烟的渔民不是专制者的麻烦 有思想自由的人才是 以高尚的姿态 行龌龊的勾当 不正是中共的专长吗 说得非常好 我记得 我既是开始 我就记得 在中国农村有一件事情 中共到现在仍然是这样 我记事开始就 就是中国的农村 有河 中国农村一到夏天 就小孩子被淹死 小孩子去 去水塘里 去河里游泳 去玩水 其实不是游泳 玩水 淹死 每个县城 每个夏天都有几起 那你算一下 中国有多少个县城 每年被淹死的小孩有多少 中共从来没人管过这件事情 我一直在想讲这个事 但是一直就 中共从来没有管过 中共真的不关心 小孩子 其实不是说中共 中国人其实不在乎小孩子 欺负小孩子 中国人 我见到这么多民族当中 最不在乎小孩子的就是中国人 真的是这样 当然 最可耻的事情就是 逆婴 把女婴给逆死 中国人干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人干的事 逆婴 这个世界上最残忍 最可耻的事情 就是逆婴 把小孩子淹死 所以 中共 中共突然一下子 扇心爆发 说要管小孩子打游戏 当然背后他龌龊的用心 还有很多了 网友说把小孩子单独留在家里 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 多少 怎么说呢 反正我的认知就是 我见到这么多民族 全世界 对小孩子最坏的 最差的 就是中国人 没有质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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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为什么 原因是什么 原因跟什么有关 跟中国人家庭观念 的问题 中国人没有家庭观念 中国人只有家族观念 我以前讲过 以前的这个三国演义 妻子如衣服 这中国男人的想法 妻子如衣服 不行就换 当你不把妻子当作你的伴侣 人生伴侣的时候 你就没有核心家庭 你的家庭还是家族概念 父母 所以 江苏有一个 电视调查 问 如果给你一个意义 让你失去一个亲人 你会选谁 结果所有的人 问的六个人 都说 他老婆 他说我都有一个意义了 我还老干什么 六个电视访问 都说 选择他老婆 结果 说明什么 这就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 中国人没有家庭观念 中国人只有什么 家族观念 当你没有家庭观念的时候 那你 那你对孩子的态度是什么 这就是 这就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电影里面讲 我为了我的老婆孩子 我要跟你拼命 在中国好像这种事情很少 还有中国那么多的弃因 把这个孩子扔到这个福利院 扔到 美国领养 你看看稍微有一点残疾 就不要了 就走 人就走了 这都是中国人干的 情况 2021年到2022年初 国产两款 mRNA疫苗实现量产 再加上复辟钛 一共三件 一家 据说复辟钛年产11剂 加上另外两家 一年打完疫苗没啥问题 这也是为啥2022年年底开放的原因 任何王先生说的对 任何表面上的问题都有我们不知道的合理的解释 mRNA是谁呀 你说的是谁呀 我不知道 复辟钛到现在还没有批准啊 而且你都已经打完了 不是已经打完了 打完10亿了吗都 提问 中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国外没有计划生育 没有户籍政策 没有公务员双轨制 这才是中国所有贫困 贫富 教育 医疗差距的根本 我接触的中国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外国跟中国一样 王老师要经常科普 好的 我尽力而为吧 情况 我有一位香港来美的同事 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时候 因为整天玩游戏 而毕业也要推迟 但后来在公司也做得很好 几年后和一个很喜欢看运动电视 同样也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同事 一起发明了一种简单录电视 节目的装置 一起开了一家公司 十分成功 人总会有的时候会沉迷一下 很正常 有的人沉迷 打球 有的人沉迷喝酒 有的人沉迷这个 沉迷那个 能沉迷一件事情 其实是蛮幸福的 能沉迷 因为你能放弃其他的诱惑做一件事情 这是个人的权利 个人的选择 观点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为何中共经常大手笔赞助 亚非拉 但是对国内的弱势子民漠不关心 最近突然明白了 前者是政治交易 受益的是中共专制集权的政治利益 后者是无关痛痒的屁民韭菜而已 镰刀只会关注自己刀锋是否锋利 是否生锈 从来不会关心韭菜的感受 我愚蠢的看高了自己这么多年 哈哈 对呀 就是这个意思 非常对 中共去援助非洲 就是为了政治交易 那是政治交易 情况 王舍在谈对小孩子这一段我最欣赏 中国人就是对小孩子最差 没有之一 我表弟就是十几岁的时候 去河里游野泳溺亡 现在想起来真的心碎 哪怕我在广州比较好的公众游玩场所 其实没有几个 穷人的孩子真的没处可以 没处可玩 你在美国 你开车你就知道 你只要在住宅区 大概10分钟你就可以看到一个playground 就是游乐场 大的小的 大的区域就有个大的playground 小的就有小的playground 一般来说 你们家有小孩 步行15分钟一定会走到 15到20分钟 最长20分钟 一定会走到一个playground 去玩 所以 举国体制干什么 就是把你修playground的钱 拿去干什么 拿去搞这个太空计划了呗 所以我就说 中共的太空计划 是什么 就和当年郑和夏西洋没有什么区别 养我国为为 所以你们家孩子没得去 就这个道理 所以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举国体制你没掏钱 你掏了钱 你掏了什么钱 你们附近修playground的钱 还有很多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观点 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很有感触 原来国内就非常爱运动 但是国内运动场馆收费比较高 而公务人员却有各种免费卡券 比如游泳一次要几十元 打一场球几十元 而且水质都不达标 OK 观点 我曾经是一个游戏爱好者 中学时代觉得思维非常禁锢 心灵没有放松的空间 后来接触了网游 里面自由的聊天 交朋友一起打怪升级 完全是个平行的世界 沉迷的真正原因是思想禁锢 王老师说的很对 情况 这种不得人心的政策措施就是将来 茶余饭后的笑谈 我认识好多大陆朋友 家里小孩都开始用大人的身份 申请游戏账号 还是一样玩 大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观点 其实中国家长普遍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孩子是否 独立生命没有认识 很多家长从小 会不经过孩子同意把孩子的玩具送给其他的孩子 还一直允许亲戚用你妈妈不要你来的方式斗自己的孩子 中国的成年人很残忍 经常用这种方式来逗小孩 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 你爸爸妈妈更喜欢你的姐姐或者弟弟 你爸爸妈妈用这种方式直到这小孩子哭起来为止 然后大人才罢休 其实这种逗小孩是什么 就是摧毁一个孩子 赖以生存 赖以获得安全感的所有的条件 就摧毁这条件 所以 我在深圳的时候 其他人要是这样逗我的女儿 我立刻 把她骂走 就是这样 没有话讲 还是会有的 中国人最喜欢干这种 这种 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事情 提问CCP的所作所为 是继承来的还是自发的呢 这种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里想要 想要正常的作为一个人做出来的银河 是否也算著作为虐呢 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生存的话又怎么评价这种行为呢 中共肯定是有继承的部分 中共继承了所有中国文化里面最坏的部分 然后发言光大 再加上现代工具 比如说数字极权工具 再加上社会的各种条件和资源 所以他能做到其他人做不到的坏事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在这种社会环境当中 你应该怎么办 你当然不应该银河 银河是最坏的 那么 那么当然你可以不说话 你可以走开 我见到的很多人不是走开 也不是不说话 而是上去鼓掌 鼓掌我觉得这是最可耻的事情 观点 教培行业的本源是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分配 极度不平衡 所以即使停止了 课外补课 还会有其他课外竞争 比如音乐美术 这就是现状 什么时候大学就业收入区平等就好了 非常对 提问 疫情封停 外商撤离 海运成本那么高 为什么还说中国出口不错 请王老师解惑 因为你没有别的需求 国内的需求很疲弱 市场 你看市场消费什么情况 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说 出口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他需求很大 现在很多厂是接不到订单 不是 不是接不到 是没办法接订单 他订单是有的 他没办法接 要么就是运费太高 要么就是订不到这个货柜 要么就是订单做不下来 为什么 因为工资高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 很多工厂说我请不到工人 我有岗位 但问题是你的工资就是三五千块钱 三五千块钱对那些要养家的工人来说 他接受不了 为什么 他没钱剩 那你给他三五千块钱 他直接就花完了 为什么 现在的整个在城市生存的 生活的成本已经高了很多了 你现在看一个饭盒多少钱 以前一个饭盒多少钱 那他这么高的生活成本 他基本上 三五千块钱他已经花光了 他家里 他老家的孩子 父母怎么养 没法养 所以他不能在这干 所以他招不到工人 那天有个网友说 叫什么 法尔赛 说的这个收入很高 是的 有人收入很高 这个一点都不排除 但是问题是 我们还是要讲 问题是 我们不能够 我们要聚焦哪些人 聚焦那些 没有收入的人 收入低的人 那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出口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很多 比如越南 越南他现在也封停 越南封停怎么办 厂子没办法开 厂子没办法开 原来 原来这个产业链转到越南去 那现在厂子关掉了怎么办 订单不就全跑中国来 现在情况就这个情况 但是中国也不是说能吃得了那么多订单 大量的订单吃不下来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 工人工具 订单价格他不可能往上跑那么多 他可以稍微的有些微调 但上不了 再往上他的订单也不错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观点 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 失业 倒闭 甚至疾病 都会与我们如影随形 我们知道这一切是谁造成的 可是无法摆脱这个命运 这不是我们无能 是因为有人无所不能 非常对 情绪 公权干涉私欲 从计划生育开始 到指定你生几胎 到限制成人家儿童的游戏 将来还要管你的性生活 还是 还有什么这个政府不能做的 是的 这就是中共现在 我都还是那句话 集权是什么 集权它是个相对的概念 就是一个无限的权力 的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剥夺你所有的自由 剥夺了你的自由 他才会有无限的权力 如果不能剥夺你所有的自由 他的权力就是有限度 所以 这就是集权 为什么想尽一切办法要控制你的人生的原因 因为权力是相对的 观点 我同意王老师说法 我所在的城市就是这样 广场公园基本上只有省 省市领导居住附近的地方才有 同理 学校医院也是一样 普通老百姓居住的环境配套设施很缺乏 非常对 观点 说到人口拐卖 我又想吐槽 我大陆同事的家长都会坚持自己去接 接送小孩 因为害怕人口拐卖 但是在美国跟日本都是小孩自己 走回家 然后我又疑惑了 为什么他们一直说中国 治安好 对啊 这就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中国治安好 观点 欧盟对 对于英美澳三方核潜艇合作的态度反证了 英美澳的做法的正确性 欧盟只想美国无休止的保护 而不想自己承担自己的房屋安全 反正欧盟其实并不真正关心印太地区的安全 或者说欧盟方 欧盟对印太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 认知和行动上 瞻前顾后 欧盟更看重的是 他是否能够多占中共一个躺铜板 没有了房屋安全威慑 一切眼前的经济利益都会失去 尤其是面对 中共这个独裁政权 显然英美澳日 在这点上比欧盟 清醒得多 OK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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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 李嘉诚跟江派交好 皇上连任 连任会放过他吗 听说李要 回来 您觉得是被逼的吗 李会回来跟香港共同富裕吗 我才不相信李会回来 傻呀真的是 只不过 面子上大家过得去就是 他才不会回来 他回来干啥 好吧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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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